全台防疫三级警戒 造成全国各级学校停课 连带影响到学校午餐的食材供应 全国重要的蔬菜产地 云林现二轮箱尤其严重 还好在农粮署媒合之下 原本的团善集运业者 推出宅配到家的蔬菜箱 让配合器做的菜农 辛苦重的菜都可以配送到消费者手中 创造景运业者、农民 还有消费者三迎局面 这些菜都是因为 然后采收 这里是云林姓二轮箱 林姓菜农的菜园 他种植的小白菜都有生产履历 但因为疫情影响市场冷清 连带影响蔬菜的销售 加上学校停课 没有团善采购 蔬菜需求量减少 乌楼偏逢连夜雨 前几天午后雷震雨 种植的小白菜 有三成以上都烂掉了 损失的不止菜农 西洛镇这家农产公司 主要是做双北的团善蔬菜集运 因为学校停课 团善业务比平常少了一半以上 在业者的努力 以及农粮署辅导媒合下 蔬菜集运业者将团善冷藏货运车 转而在蔬菜箱 由团善集运改为消费者 宅配直送 农粮署有媒合几个 做蔬菜箱的一个业者 那我们这边的话 也帮蔬菜做一个分级包装 即使最近三大物流公司 受疫情影响暂停运送 身心产品三到五天 不少菜农和农产公司 叫苦连天 但普新果菜生产合作社 却还是可以发货出去 打开量贩超市通路 此外农粮署也媒合各农会 和农民团体协助农民将蔬菜 送果菜批发市场 溯源专区优先拍卖 为业者农民和消费者 创造三营一起度过疫情难关 记者郭正义云林报道